H7N9难堵,恐SARS第二,台全球狩猎传染病 中国H7N9禽流感疫情延烧,本周初传出在上海、安徽、江苏期病例,昨天又新增两期病例,短短五天共三死六命围 我卫生署昨天宣布把H7N9禽流感列为第五类法定传染病,成为全球第一个把H7N9禽流感列为法定传染病的国家 医界也担心H7N9可能成为第二个SARS 这个病的严重性似乎很严重,简易一点的话也不可能堵住所有的个人 初期的通报定义要先严后患,江苏、安徽、上海跟南京,从这边回来的民众我们都会比较严格 为防堵H7N9禽流感,各县市都动起来,云林县、台南市、澎湖、屏东等 昨天已陆续展开家庭厂消毒工作 一个月花在可能将近应该有算万元的话 为了我们的财产安全还是要,这个成本还是要花 北市动保处也加强监测鸟店,昨天对业者进行宣导,并裁剪鸟份检验 预计三天后得知结果 这个鸟店的部分我们平常大概每周都会来一次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监控的这些点,94点全部都是正常都是阴性 机场发烧筛检站也贴出新告示,提醒防范请流感 从台北去上海找朋友的黄小姐说 已盖好几包口罩、感冒药与干洗手防范疫情 观光局也会要求所有导游加强对陆客团的健康宣导 董新闻,天佑台湾,报道